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苏莉 今天要给大家准备一期是开箱的一个视频 这个快递,拍这个视频有一个契机 就是因为这个快递我真的超久超久没有去拿它了 然后我今天去拿的时候,它这里给我写 冷冻食品,我瞬间就蒙掉了 冷冻食品,那现在是不是已经快掉了 天哪,所以我今天就得开一下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首先准备一把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刀 然后,诶? 从哪开呢? 诶? 哦,看到了 好清脆的声音,我现在已经把它打开了 但是我不太清楚这已经打开是什么样子 你们 有快掉吗?有快掉吗? 我看有没有什么味道 这个冰袋上面,还有水 还有点冰 看来应该是你有坏的,这个冰袋 然后我觉得它可能包围比较严实吧 有两个冰袋,然后 哼,想起来了,是我前段时间买的月 有两袋,买了两袋 如果说是在福建这边的人 因为我就是福建的嘛,然后应该会经常吃到鱼园 因为有做那个四果汤啊 还有很多就是 很多那种小吃啊,特别是一到夏天 就特别特别多人吃的鱼园 我等一下就先把它给煮了,然后给你们看看 我煮好了 我加入了那个牛奶和白糖 然后会让味道就更好一些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吃一下吧 首先尝试一下这个香芋味 嗯,吃起来是那种 Q弹Q弹的感觉,就很有嚼劲 然后 有一股很浓很浓的香芋味 就是给人一种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很新鲜那种感觉 然后再来试一下紫薯味 嗯 感觉都是一样,就是很Q弹Q弹Q弹 但是它是有很浓的紫薯味 然后我们试试看 红薯味 也是很浓的红薯味道 就可以,嗯,就是可以说这个 食物的话它是 就是这个芋圆的口感 然后它是有没有加什么添加剂的 接下来是科普时间 给大家说一下那个芋圆该怎么样 制作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的话就是先准备大概一把的芋圆 大概你自己平时 嗯,平时吃一个人吃的量 大概是一把左右 然后你把水在锅里煮开 煮开之后 把芋圆放进去 放进去,然后煮大约 嗯,六分钟左右 我用差不多中大火煮的六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出锅的时候迅速给它放在冷水里面 让它冷却 冷却是为了增加它那个Q弹的感觉 这样吃起来会比较有嚼劲 然后最后呢 嗯,就是把它从那个冷却的碗里面 冷水的碗里面捞起来 捞起来放在碗里面 放在另外一块碗里面 然后加入一些什么佐料 比如说牛奶呀 蜂蜜呀 红豆呀 嗯,珍珠啊之类的就可以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记得给我点赞 收藏加关注 谢谢大家 嗯,请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个